C++ 接下来要谈的是 一个C++的class 它做出来可能会像两种东西 很特别的两种东西 我们分别来谈它两种东西 一种就是这个class做出来之后 所产生出来的对象像一个指针 下一个主题就是像一个函数 很特别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Pointer-like的class 你为什么要把一个class设计出来 让它像一个指针呢 因为你想要比指针再多做一些事情 所以通常这样子做出来的东西 我们又把它叫做智能指针 就像智能手机一样 就它比一般过去的传统的手机 又更聪明了一些 比指针更聪明 我们叫智能指针 这必然是一个class C++在2.0之前 有一个智能指针叫AutoPointer 2.0之后有好几个智能指针 包括现在所看到的SharePointer 他们的长相都类似这样 怎么样呢 这里头一定会有一个真正的指针 我画成图 大的这个圈圈是智能指针 里头一定会有一个真正的指针 C++的指针 在这里 我这是模拟SharePointer的写法 其实这个也是早期的写法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它确实是标准库的圆代 只不过到了C++2.0 整个就变得很复杂了 我刚刚提过多了好多的class 原本是一个class可以做的事情 变成好几个class 颇有点令人厌烦 烦躁 所以还是旧版本还比较容易看一些 好在这个地方呢 SharePointer 它的事情 我不去探讨SharePointer 这个智能聪明在哪里了 这不是我现在要讨论的 我讨论它的语法 这个理念有这么一个变量 里头是Pointer to T 这就是我所画的这根指针 它指向T指向什么呢 无所谓 因为这是一个模板 指向什么都接受 所以这是一个指针 就是这里 然后我要说它叫做Pointer-like 我要强调的是 指针所允许的动作 它也 它这个对象 这个class所做出来的对象 也都要能够允许 指针 被用到什么样的操作符上面呢 这句话不太对 应该说什么样的操作符 用在指针身上呢 以这个 现在这一个应用 SharePoint的应用来讲 我们说两个 一个是星号 一个是箭头符号 因为这个指针 这个智能指针 要代表一般的指针 一般的指针呢 除了这两个动作之外 还有其他的 不过现在在这里 我们关注这两个 所以我现在要带你去看 这一类的指针 智能指针呢 它的这两个写法 几乎是固定的 这两个操作符又来了 操作符又来了 刚刚才特别强调啊 但这家家里面 操作符重拆 是如此的重要 这两个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先看它的用法 好吧 假设我现在写了一个 class叫fu 我要把fu 的指针 这个new 这就得到一根指针嘛 我要把这种天然的指针 包装到这一个 聪明的指针里头去 这个一般所谓聪明的指针 都会有这么一个构造函数 接受天然的指针 C++的指针 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 new一个fu之后得到的指针 当成初指 也就是掉用起构造函数 塞进去 于是这一根指针 就跑到这里面来了p p呢 复制到px上面 就这一个 化身图就是这样 形成了这个状态之后 使用者 接下去所做的动作 面对sp sp 就是这个大圆圈 面对它 就要把它当成像 一般的指针一样 因此可能 这么去用它 现在我们来检讨 这个星号 跟这个箭头符号 就是这两个函数 当使用者 这么用的时候 我们作为设计者 要这么呼应 这样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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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什么意思 对使用者而言 这个sp 现在就代表 原来的那根指针 所以星号作用上去 等于是要 这个中文 叫解参考 就是de-reference 就是要去拿那个东西 所以它这边 要去拿那个东西 那我们左手边 要怎么去解释这个行为呢 你要拿 好啊 那我就把我所记录的 这个指针 所指的东西 创给你 右边是使用者 他想要的东西 左边是 智能指针 对他的呼应 这是合理的 你要想一想 所以对于这种智能指针的这个星号写法 无一例外都是这么写 我们看箭头符号 不只是新手 很多的C++的老经验的人呢 也都卡在这个地方过不去 因为没有办法解释他的行为 也许会写 看多了就会写嘛 这个 什么 首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作诗也会赢 是不是这样讲 我也忘记了 哈哈哈 反正意思就是说 看多了也会写 可是呢 不太能解释他的意思 我们来看看 如果使用者这么用的话 是什么意思 不是绿的 上面这个 他通过这个智能指针 这个箭头符号 意思是 意思是什么 意思等同于要去调用这个 叫massive 这个函数 对不对 想一想 假设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根智能指针 就是一般的指针好了 指针是指向一个对象 因此这么写的意思 就是通过那个对象 调用这个函数 上面这个函数 使用者使用智能指针 他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智能指针这边就要满足他的想法 这一行 现在这个操作符 作用在这个上面 也就是这个操作符 里头智能指针是怎么呼应的呢 怎么回应他的呢 他就把px 就他里面那根指针传出来 所以我如果把这一行 换成这一行 应该是可以的 为什么这一行换成这一行呢 因为这个操作符作用上去返回的是px 所以我现在把它抄到这里来 帮助你理解 帮助你理解 这个就是这一个 但是再来呢 再来可以吗 有一点卡住 因为这一行 因为这一行 转到这一行 这个符号已经被用掉 消消耗掉了 就是因为他作用上去 所以才得到px 绿色的px 那我怎么又可以 所以我现在作为老师 我怎么又可以告诉你 还有一个箭头符号呢 不是已经消耗掉了吗 这个想法是对的 从符号的这个想法 对没错 解释不下去了 那该怎么解释呢 我要告诉你就是 箭头符号有一个特殊的行为 他会作用下去 得到的结果 这个箭头符号 会继续作用下去 你说为什么特别 就只有这个符号会这样呢 没有什么特别 C++语法规定 因为这样子解释 才解释的通 他要有一个 这个语言是整个 都是人设计出来的 他左边设计这样 右边设计这样 他要整个要能够一致 所以他要必须这样解释 才能够呼应 左手边那样子写 我再讲一次 像刚刚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已经作用在这个东西身上 这个信号就消耗掉了 用掉了 得到的值是什么呢 那看左边是什么 得到这个东西 也没有接下去的动作 没有了 但这个呢 这个符号作用在他身上以后 看看 得到的是PX绿色的 那因此 再来把这一行换成下面这一行 就不应该再有一个箭头符号了 可是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了 就是这个符号很特别 得到的东西要继续用箭头符号作用上去 所以这一行变成这一行 那这一行就合理了 这一行就合理了 这一行就合理了 就等同于是通过指针调用这个函数 做一个整理 对于point like 这一种class 一个最经典的就是智能指针 它里头一定带着一根一般的指针 而这个智能指针呢 一定要写星号和箭头符号 而这两个写法一定就是这种写法 好这个是point like 的第一大类 第一大分类 下面有第二大分类叫迭代器 C++标准库 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 这个如果你是 还是很新手 或者你现在大学生的话呢 我强烈建议你要开始去使用库 那么你在使用库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容器 容器本身一定带着迭代器 现在并不去深入谈他们的关系 他们的作用 我现在只谈 这个迭代器作为另外一种智能指针 我们要注意它的操作服从长 所以迭代器干什么呢 它就是要代表容器里面的一个元素 它要去指向一个元素 因此它也像一个指针 你也可以说它就是智能指针 但是这种智能指针和上叶 再看一次上一页我拿share point 为例 现在这一页呢 它们也是智能指针 跟刚刚的长相略有不同 在这个地方 迭代器这种智能指针 它不但要去处理信号和箭头符号 它还要处理加加减减 等于不等于 这个迭代器之外的智能指针 可能不必去处理加加或减减 像刚刚那个share pointer 你手上你应该可是可以很快的查到 你上网可以查到share pointer做什么用的 你就可以感受到 它不需要去写加加减减 因为它没有所谓加加减减的动作 加加减减只适用在指针移动 你把指针加加加就是向前移 减减就是向后移 而来到这个画面呢 迭代器它就是要来电力容器主要用的 的一个用途 所以它需要去写出加加和减减 这是迭代器和刚刚所谓一般的智能指针 不太一样的地方 你仍然可以说它是一个智能指针 但是有特别的不一样 现在我把这两个动作 我特别用练表 练表的迭代器的这两个函数 特别我把它放大 抄到下一页来 我们来看看它的行为 借这个机会 来认识另外一种的 Point-like class 好 在标准库里面的容器 这个链表长这样子 Data在这里 那为了维护它是一个链表 它是一个双向链表 所以每一个Data上面带着两根指针 这里链表的迭代器我画成图是这个泡泡 它里头必然有一根真正的指针 找找看上一页 在这个class里头 绿色的这个就是 你现在一下子看不出来啊 不过这个就是红色的这个type 红色这一个就上一行 现在看出来了 它确实是一根指针 指向什么呢 指向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的设计在右边 就是刚刚你在图上所看到的 有Data以及双向指针 好 回到这里来 所以现在画成图 是这样 我们来看看 作为一个使用者 我在这个容器里面 我确认了这个泡泡指向这个节点 是厚 我如果要星号 我对这一个泡泡做星号 那是什么意思 链表的使用者 他不知道什么泡泡这种东西啊 他心里头他心里头所想的 这个迭代器就是指向元素 所以对迭代器做星号 解参考 其实意思就是要拿这个Data 它的意思就是要拿这个Data 所以我们这里要做什么事 我们就呼应它的需求 我是标准库的设计者 我怎么办呢 我就 好 看这里 这个颜色都是有对应的 我就从这个指针 C++这个指针里面去取得它的东西 去取得 Reference 也参考 取得的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里面的Data这个栏目 另外两个栏位 两个栏目 就是向前向后的指针 我现在要去取Data这个 这样拿出来 这样返回Return 就是客户所要的 好 这个是星号 比较容易理解 箭头符号呢 其实分析和刚刚的分析 以及上一页的分析都差不多 我们现在走一遍 如果使用者 这边就是用法 这边就是用法 我们看一下好了 链表 好 我要建立一个迭代器 现在对迭代器取星号 取得的就是一个负 这一块 刚刚已经谈过了 如果对迭代器做这一个动作 意思是什么呢 这里写的很清楚 要调用负 这个就是负 要调用负里面的method 这个函数 这是使用端的意图 是这样 那么设计端 左手边就要满足这个意图 怎么样满足这个意图 蓝色的这一块框起来就是 这里的星号用到了上一个函数 所以Operated星是上面这些动作 我想你需要也许你需要停下来呢 停格想个两分钟 这些每一个动作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OK 所以左手边这一块等同于右边的这个蓝色 这样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左手边星号和箭头号要设计成这样 那这个设计和前面的不太略有不同 那这个设计和前面的略有不同 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在讲什么 我们在讲的是Pointer-like这种class 关于迭代器 上一页我们讲的是Pointer-like 关于一般的智能指针 这两个函数的写法是这样 我刚刚有提过一句话 我说如果你写一个智能指针 不管你要把它智能到什么程度 做什么事情 一般这两个函数就是写成这样 不会变的 但如果你写的是迭代器 它也是智能指针 但是它功能又比较特别一点 那么往下再往下 那么这两个函数的写法 就当然就有变化了 做一个总整理就是 我们再一次的又 把焦点放在操作服从来 这席加价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么这样的class在模拟Pointer 下一个主题 我们就会看到设计一个class去模拟Pointer 就会有点明анич 大家看到设计指针 好这样 你还在使用资格 如果有点资格费的